歡迎收看有熊老師陪你教數學 那我們這一集是這一張的最後一集 不過我們的圓在下一張還會繼續教 我們在這一張主要教的是切線 跟這個弦 然後弓切線 就切線 線段的問題 那下一張主要在教角度和弧度 如果我有一個正方形色子 我試著剪下了一個最大的 就是四分之一圓 最大的這一塊 用他的邊長當半徑 剪下來之後剩下的空白的部分 我還想要再剪一個小圓 那請問這個小圓 他最大的面積可以是多大 那我想蠻容易可以理解 就是這個小圓要大 他當然就是要切到邊邊 所以說這個小圓呢 但他又不可能超出邊邊 所以他勢必就是 就是這個圓會跟這邊這邊和這邊都相切 這樣可以嗎 那這樣子這個小圓半徑最大是多少 那我們在上一集其實看到了一個題目 那這些題目都發生在 上上一集好像也有 都發生在直角三角形裡面 大家還有沒有印象就是 我們有直角三角形 然後 就 比如說我這裡有圓跟他相切 不管我圓心是在圓內的 還是圓心在圓周上的 在鞋邊上 還是整個圓內切的 那我們最後會得出一個節骨 就是 這裡會有一個正方形 大家還沒印象 對不對 所以在這裡也是一樣 這個圓呢 如果我取圓心 做垂直線做垂直線 這裡會跑出一個正方形 那這個正方形的邊長就是小圓半徑R 射小圓半徑R 這樣子 然後這一段也會是R 對不對 因為這個也是小圓半徑 然後這個時候 這個 這個腳平分線會過圓心 然後其實它也會是這邊的對角線 因為 正方形的對角線就是腳平分線 所以簡單來說 就是這一條紫色的呢 它其實是 這一段 它其實在這個對角線上面 這樣子 那這樣這個 這個多長 這個多長 它其實就是這個R 這個正方形的對角線 所以是根號2R 根號2R 所以說這一段 這一段 就是不在圓 不在這個四分之一圓外面的這一段 是 一個R 加根號2R 對不對 那它其實應該是什麼呢 它其實應該是 這一個對角線扣掉 它的半徑嘛 對不對 假如說我的邊長是10 我的對角線是10 根號2 這個 減掉10之後就會等於 R加根號2R 也就是 這個 根號2加一個R 要注意 有的學生到這個地方 還會 沒有辦法做這個計算 就是 欸欸欸 怎麼算 那其實你要做的 就是想說R R分開來了 然後要怎麼解 那你要做的其實就是把這個R 合併起來 這個 這個系數是1 這個系數根號2 所以它有根號2 又一個R 然後咧 除過去 所以R會等於 這個系數根號2加1分之 根號10-10 那根號2加1乘根號2-1 就是2平方-1平方就是1 所以它是根號10-10再乘根號2-1 多少算在這裡好了 啊不是根號10-10 是十根號2-10 那十根號2-10其實是十倍的 十倍的根號2-1嘛 然後它上下又同成一個根號2-1 所以它其實成了根號2-1的平方 根號2-1的平方是2平方加1平方是3-2 所以我這邊算出來應該是30-20根號2 是正的 是正的 因為這個根號2是1.414 然後還不到1.5啊 所以這個20-2比30小 但是求出來 看下面這個問題 我現在有一個T型ABCD 還有一個圓 然後如果說這個 圓歐的直線 就這個圓其實是一個半圓 這個半圓它直徑的這一條線 跟底部是貼起來的 然後又跟三邊都相切 那球 整條AD會是多長 那這個題目呢 你們覺得它要問什麼 其實吶 不管它要問什麼吶 怎麼樣 楊成良好習慣 直角 直角 可以嗎 那這三條一樣長 可以嗎 OK 好 那然後咧 然後咧 這一題其實是這樣子的 就是 呃 它也是那種 內 內部有一個內心 然後切割面積的做法 所以說呢 我們如果把O C O B連起來 T型的面積是這三塊 三角形 OAB OBC 那我們分開來算 AB是3 BC是4 C株是5 所以T型的面積是 A B C株 他的面積是 A B C 他的面積是 AOC 上面寫不下 A B C株的面積是 三角形 AOB 三角形 AOC BOC 三角形 CO株 那 等於是 二分之一 乘三 乘R 是1.5R 二分之一乘四乘R 二分之一乘五乘R 是2.5R 所以是 1.5加2加2.5R 然後同時他又可以是上底加下底乘以高除以2 所以他又同時是 4加A株 乘以R除以2 對不對 所以在這邊呢 這個R跟R可以約掉 然後 那我們就會發現 二分之一的4加A株其實會是6 所以4加A株其實會是12 所以A株就會是 8 可以嗎 是這樣子的 來看這個問題 如果我有一個半圓 我把它折下來 讓頂點剛好對到O 那請問這個時候 如果半徑原本O的 如果原本O的 如果原本半徑半圓的半徑是R 那現在這個XY多長 這一題要怎麼做 一個圓圓裡面有一條弦 做個弦心巨霸 是不是 如果 半徑是R 這有多長 這個是他折下來 所以這兩條這一段跟這一段應該會一樣長 對不對 所以其實他是二分之一R 沒有 那這樣就很明顯了 我這裡如果這個點是M的話 O 直角三角形 OMY 那你說我怎麼知道這裡是直角 因為你做對折的時候 這一條線對折下來一定就是折到 這個對過來的這條一定就是直角 這個我們在點對稱那裡講過 就是說點對稱圖形跟它的對稱軸 它的對稱軸會剛好是這兩個對稱點的中垂線 所以不只是說這裡是直角 而且這段會等於這一段 好 那所以說 這個是R這個是二分之一R 那其實是一比二 那一比根號三比二 這個其實是 二分之根號三個R 就這樣子 下面這個問題真的是老題目 在我們前面解釋這麼多之後 自己做做看 好 那我們這一 這一張好很少跟大家閒聊 因為沒有洗乾 那不過在這裡來跟大家介紹一個我非常喜歡的 那個作品 這個是 就是 黃中西 明儀待訪錄 明儀待訪錄呢 是黃中西的 怎麼講政治思想 那黃中西這個人呢 他 以我們現在來說 我們現在以那個時下流行的話來說 他是政治狂 政治狂熱分子 那個藍綠對決的那一種 那他活在明朝末年 明朝末年就是明朝的國勢很衰弱 那一個國家的經濟 好國勢局勢如果衰弱 這個國家內部的聰明的人 就會開始想說 為什麼你不怎麼樣呢 如果你怎麼樣的話 是不是這個國家就變強了 他們就開始覺得政府做的不好 就是包括像那個 清朝末年也是這樣子 就會覺得說 那個滿清政府不好 所以才害我們被外國欺負 那一開始其實是仇視外國 包括清朝末年也是一樣 一開始都是討厭外國人 外國人怎麼可以欺負我們 好可惡 那到後來呢 外國人欺負我們 我們自己的政府都沒有能力 什麼事情都做不了 然後我有的時候寫意見給那個政府 政府都不理我 然後政府那些官員都不知道在幹嘛 所以久而久之 這些聰明人就會開始轉過來仇恨自己的政府 就會想說我不如推翻他算了 那黃宗熙也是一樣 他早年的立場 其實他是明朝末年的人 所以他早年的立場 其實是擁護明朝的朝廷 但是他很討厭那個滿人 好那但是到後來他發現 滿人欺負 這個滿人欺負漢人 這個清兵他攻擊這個明朝 那其實也是為了自己的利益 這也沒有什麼不對啊 那每個國家本來就互相競爭 說穿了讓我們明朝的人這麼痛苦 讓我們打敗仗成為亡國之民 因為他活那個明朝末年他活著活著 明朝就滅掉了 然後就變成清朝人 想一想其實害我們成為亡國之民的 不是滿清的錯 是我們明朝政府太爛 所以他晚年的思想開始檢討起這個政治制度 那再加上因為反正朝廷已經是他不喜歡的人在主政了 所以他就想法就很開放 就覺得說 說起來為什麼我們一定要有君主制 那他的想法很前衛 我們不確定他有沒有受到國外的學說的影響 但是在中國那個時候真的是很前衛的想法 那他是怎麼講的呢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不只是了解他這個人的政治思想 也從中學習到我們要怎麼把一篇文章寫得很不錯 他這段文章真的寫得很不錯 他說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 天下有功利而莫行之有功害而莫除之 就是說從有人開始每個人都是自私自利的 那想說自私自利不是很不好嗎 但是他這裡的自私就是說 每個人都為了自己而奮鬥 本來就是應該要這樣啊 要不然咧 你剩下就是為了別人而活嗎 每個人總是會為了自己而奮鬥 那有一些事情對所有人有好處都沒有人要去做 有一些事情對所有人有害處也沒有人要去移除 一直到有一個很有能力的人 他自己過爽爽之後 不是過爽爽 他自己已經把自己打理得很好了 他想要的已經得到了 那或者他沒有想要很多 這個時候怎麼樣呢 有忍者出 不以一己之利為利 而使天下受其利 不以一己之害而害 而使天下施其害 這個人就跑出來幫大家謀福利 幫大家解除禍害 那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於天下之人 你可以想像如果有這樣一個人 他一定比全天下其他的人都還要辛苦 因為他自己的事情忙完 他就忙別人的事情 浮以千萬倍之勤勞而又不享其利 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 故古之人君 量而不欲入者 許由悟光是也 他這裡的這個許由悟光是 古代傳說中的很賢明的人 他第一次又是說 我們剛才講到的那種人 他很辛勞 他辛勞是別人的千萬倍 而他所做的好處自己又不享受 那這樣子的事情其實不是這個世界上合理的事 為什麼你會想要這麼辛苦 但是對你一點好處都沒有的 所以在古時候很多賢明的人 像許由像悟光 他都是那個傳說中的賢人 那他曾經有人推他們出來說 你來當我們的領袖吧 他說我不要啦 對不對 我現在過得好好的 我的聰明讓我自己過得很快樂 那我還要幫你們做事情 感覺好辛苦 那許由跟悟光不願意做 這是量而不欲入 想一想 不要去 入而又去者搖順事也 就是去做了 然後又離開了 那就是那個善讓政治 他曾經當到皇帝 那個時候不叫皇帝 他曾經當到人民的領袖 但結果又不做了 是搖跟順 所以他把善讓政治 視為是說 一個很合理的情況 有一個聰明的人 被推舉出來當領袖 他做了一陣子 發現真的是做得很辛苦 對我又沒有好處 換別人做好了 累了 他覺得這才是合理的 做一做不願意做 那這是搖順 出不欲入而不得去者 一開始不願意去做 後來又推遲不掉 就是好一直做下去 就是雨 雨到後來都沒有善讓出去 因為沒有人願意接 其古之人有意災 好意勿勞 亦由福人情也 就是說 所以說古人跟現在的人 沒有什麼不同 就是說不願意太辛苦 不願意太辛苦 都是人之常情 那這樣說起來很奇怪 那就是沒有人要真的當皇帝 可是跟現在的情況差很多 那為什麼差很多呢 你看他寫 後之為人君者不然 後來當到君主的人不是這樣子 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 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 天下之害盡歸於人 後面的人當到皇帝 他不是用一個人的辛勞 去服務所有的人 所以很辛苦 所以愛當不當的 他不是這樣子 他當到皇帝之後就覺得說 你們的快樂都是我讓你們快樂的 所以你們少快樂一點 讓我來更快樂一點 這也是應該的啊 因為是我給你們的嘛 以為天下的好或不好 都是由我來造成的 所以呢 我把天下的利益說起來 也是適當的啊 把這個壞處分給你們去承擔 也沒有不行啊 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 不敢自利 自從有這個君主政治開始 所有的人講究一個忠 什麼是忠 古人會說為君分憂 皇帝有這個煩惱 那做成子的 基於忠心 你就要為皇帝解除煩惱 你不解除自己的煩惱 你如果夠忠心的話 你要損害你自己的利益 去服務皇帝 你不解除你自己的煩惱 去解除皇帝的煩惱 使天下之人怎麼樣 為了忠這個字 不敢自私 不敢自利 以我之大公 這個我就指皇帝 自從有皇帝之後 皇帝一個人的私 一個人的私心 變成是全天下所有人追求的公義 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 就是自從有皇帝制度開始 所有的人努力 都是為了讓皇帝一個人開心 然後我們說這樣對 嗯 這樣忠心這樣很好 那這個顯然這個皇忠希 他認為好像不應該是這樣子 好像不應該是這樣子 那這個皇帝自己不覺得奇怪嗎 臣子自己不覺得奇怪嗎 一開始他們也會覺得不太有意思 你們服務我啊 我何德何能 死而殘焉 久而安焉 到後來就習慣了 是天下為莫大之產業 傳之子孫享受無窮 把 於是後來的皇帝把整個天下 當成是一種事業 我那個公司的股份 我高興就把我的股份留給兒子 我兒子就繼續當皇帝 他就繼續的讓你們來服務他 漢高祖曾經講過一句話 某業所就屬於眾多 他說其足利之情不絕易於慈乎 漢高祖講到自己開創了一片帝國 你看我這個事業做得之大 過去從來沒有皇帝做到像我這樣 他的那種 那個打拼一項事業 要流傳給子孫的那種表情 那種情緒 易於慈 在他的言談之間要吐露出來 他把整個天下當成他家的公司 古者 古時候 以天下為主君為客 古時候的君主是服務天下人的 凡君之所必是而經營者為天下也 那當到君主的人 他就是要花他的一生去服務這個天下 除非他不當 今也以君為主天下而克 今得現在呢 卻是把皇帝當成是天下的主人 我們所有人都要服務他 凡天下之無地而安寧者為君也 這就是使得天下再也沒有安寧之日 是誰害的 就是皇帝這種人害的 其未得之也 荼毒天下之干擾 禮善天下之子女 以博我一人之產業 他還沒有得到 當皇帝還不是皇帝 當皇帝還沒有得到這個帝國的時候 興起戰爭到處打仗 然後讓所有的人死的死 傷的傷家破人亡 為什麼 就為了要 像剛才漢高祖所說的 見我一個莫大的產業 從過去到現在沒有人開公司 開到整個中國都是我家公司 這麼大的 以博我一人之產業 成不慘這樣 這樣還不夠慘嗎 那他要怎麼說的呢 他說 我也只是幫我的子孫創業而已 我故為子孫創業也 那等到他打散天下了 那就沒事了嗎 也不是 敲拨天下之骨髓 禮善天下之子 女奉我一人之營樂 事為當然 我高興就叫你們 所以我高興就叫你們 把那個女兒送過來我後宮 敲拨天下之骨髓 我高興就叫你 把小孩送去充軍 送去幫我蓋我的墳墓 禮善天下之子女 讓我一個人快樂 這都是理所當然的 因為我之大師為天下之大公 那他怎麼說呢 他說 這不就是像是我有公司 然後我就會公司獲利 這是我的利息啊 吃我產業之花喜也 膽則為天下之大害者 到底是誰害這個天下過得那麼慘 就是皇帝 像死無君 像死是這個從前 以前你們有時候看文言文也會看到這個字 以前沒有皇帝的時候 每個人都為了自己的私利而去奮鬥 人各得自私人各得自利 你看他這裡用到這個得自 你可以自私 你可以自利 你現在不行的 因為你要餵公,你要餵皇帝 沒有想到現在卻不行這樣 烏乎啟社軍直到顧如是乎 難道我們要皇帝就是為了要過這種生活嗎 那我剛剛講到 他在當時很嚴厲的批判這個君主制度 有他的背景 就是說因為他喜歡的皇帝 明朝已經滅亡了 那他不喜歡清朝 所以他就想說其實皇帝沒有什麼好的 但是畢竟就是他這樣子的想法 在當時的中國是很前衛的 那前衛歸前衛 他寫書寫那個明義代訪錄 寫出來都沒什麼人理會 一直到我剛剛提到清朝末年 就是整個中國又被打了 然後知識分子又開始要抱怨政府的時候 有人就把這本書找出來 其實早在一兩百年前 黃宗熙就講了 沒有人要聽 於是他的這個聲明大照 他被梁啟超推崇 那我們剛剛講到說 你可以看他這篇文章寫得很好 怎麼樣寫得好呢 他很有畫面感 你看他講到這個 這個 漢高祖說 這個 某業所就屬於眾多 其足利之情不欲於言辭乎 然後後面說什麼 曰 持我產業之花席也 你就看到一個那種奸商消人 這個就是我本來就贏得的啊 我皇帝啊 這不是我的利息嗎 就他把這些畫面都 在他的文字裡面塑造出來 所以說很多人以為議論文就是要怎麼樣 很多人以為議論文就是分析利弊 然後那個第一點第二點第三點 然後有時候搞一點那個對葬啊 成語啊 其實議論文 這個議中夾序 議論跟抒情是混雜的使用的 那如果你能夠營造出畫面感 你的那個情緒可以刺激到讀者的話 讀者就會覺得 道理很有道理耶 所以你建造這個畫面感怎麼樣 徒獨天下之干擾 你一善天下之子女 博我一人之殘業 他這種畫面營造出來之後 你就會覺得 真是對 所以這個 以後我們要寫議論文的時候 就可以留意到這一點 其實你可以試著去 在你的敘述上面 盡量的去建立這個畫面感 盡量把畫面營造出來 讓看的人 心中就浮現出 你想要讓他看到的那個畫面的時候 他就會認同有道理 這個某某人就奸商沒有錯 你看他笑得那麼奸 其實他根本沒有笑 就是你在文字裡面營造出來的感覺 來看剛剛這一題 我說這個老題目 就是大概每次段考 時間學校會有三間半出這一題 那不過他是很好的題目 所以大家才會出來 他問說這個一個正方形 然後我用他的一邊做直徑 畫了一個半圓 再從對面拉過來一條切線 然後切點是P 他問BP多長 那這一題呢 他就是 他是在算這個切線長性值 首先你要捕捉到的是 A珠長跟AP是一樣長的 接著呢 後面這一點比較難被發現 你要發現PQ和QC一樣 因為他雖然沒有畫下面 但是他這個就是切到了 因為你是用他當直徑畫的 這樣子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下呢 他問BP是多長 接下來這一題就是有很多關鍵 我們把他的關鍵步驟都寫起來 第一個關鍵你要發現AP等於A珠 而且PQ等於QC 你如果沒有發現這一點的話 那你就沒有辦法解了 第二個關鍵 你要去發現你有一個直角三角形 這個直角三角形呢 這個 如果我把AP 如果我把AP叫做A 然後我把QC叫做B 那你會發現你有一個直角三角形 這個ABQ 這個ABQ呢 他這邊就是 跟正 我們不需要取A 因為A就是正方形半徑 所以取 QC叫A 那這個正方形的半徑是2 他給了 那其實這裡也是2 對不對 那所以你就會發現這個直角三角形 A BQ呢 這一邊是多少 這一邊其實是2-A 這一邊呢 剛好就是2加A 有看出來嗎 對不對 2加A 2-A 所以這個直角三角形 一斜邊2加A 一鼓2-A 然後另外一鼓是2 那這樣就可以去算 解連力 2加A平方 會等於2平方加2-A平方 如果還有學生 他看到這樣子不願意算 那這個其實要譴責一下 因為你只要做過一兩次 你就會發現這一種問題 他的這個A平方 雖然看起來好像是2次的 可是怎麼樣 其實你展開來 你那個平方會殺掉的 所以其實只有一次要解而已 那 我又懶得解 因為 我有提到過一件事情 你可以去估一下 這個345的三角形很容易出現 尤其他是 你有發現他三邊乘等差 2-A 2 2加A 那我們之前就有整理過 直角三角形如果三邊乘等差 他一定是3比4比5的 這個是 A是0.5 1.52和2.5 所以我直接寫A等於1.5 0.5 那這個時候呢 題目問的是QP 剛那個原本寫BP BP可以算 但是太難算 沒有必要花太大的力氣 在算這個 一直 一直開根號 所以把它改一下 通常都是問這個 就是剛剛這個A 那就是QP 所以其實我們就把答案算出來了 可以嗎 那這個你們 看到的那個 題目 你們看到的作業已經改過了 所以我這個上面沒有改 所以我沒有發現 那我們這樣就上到這裡啦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 切線啊 懸心劇 切線長性質 外公切線 的這一張 上完了